玉帝竟然在天庭上吃起了资博烧烤 不光如此 他还用手机刷起了美女视频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就在不久前 外卖小哥发誓今年一定要脱单不料被雷批准 直接穿越到了天庭 就当外卖小哥还一脸猛逼的时候 玉帝激动的向他走了过来 说到送外卖的还真是个神秘组织 连天庭也可以上来 玉帝表示只要帮自己运送点人间的东西 就能让小哥成为首富 可话还没说完 外卖小哥就被传了回去 但他每天都有一炷香的时间上天庭 等到了第二天 外卖小哥给玉帝带来个烧鸡 吃的那叫一个香 他让小哥以后多带点美味上来 可外卖小哥说自己哪有那么多钱 玉帝听后立马变出一壶玉叶穷浆 表示这酒可以在北上广深换一套房 随后小哥接过酒壶又被传了回去 为了验证玉帝说的是否属实 于是他来到了江城最大酒店 不料被保安拦在了门外 说他这副穷酸样不配进入酒店 这时酒店老板走了出来 小哥立马上前说自己有个好东西 如果拿些垃圾来抚弄我 先断了你的双腿 王总放心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随后老板便将小哥邀请进了贵宾室 他为老板倒上一杯 只喝了一小口就赞不绝口 好酒 秦老弟 我也算是偏酒无数 却从来没有喝过如此好喝的酒 王总觉得这酒味道怎么样 小兄弟 这酒的价格 小哥想着看能不能卖个五千 于是伸出了五个手指 好 成酒 不料老板竟然叫人去拿五百万出来 这直接把小哥高兴坏了 在回去的路上想着下次再给玉帝带点啥好 就在他疑惑之时 突然想到了个好东西 于是便给玉帝带来了三本美女杂志 玉帝看到后立马两眼放光 为了表示感谢 又送给小哥二十瓶鲜酒作为报酬 回到人间后的小哥再次找到酒店老板 为了能卖出好价格 这次他有了大胆的想法 我想请王老板去办一场银酒会 高价开卖的酒店 然后你如果要死 如何 秦老弟充足过人 老哥是真的得做 各位都是爱酒之人 今天喊大家过来呢 就是为了进阁酒 秦老弟忍痛格外 拿出了二十瓶的玉叶秋香 王总 这酒可一定得给我留几片 王总 这酒可是绝世真品 一定得给我留着 我从消费的价钱 这些酒啊 我却下了 老太君 您这也太贪心了吧 不如这酒 不如这酒我们三人平分如何 我平时就爱小酌几瓶 这酒乃人精极品 我常见世间美酒 糊涂其肉 这二十瓶 不够我自己喝的 那我出三杯 大家别急 我今天办这个品酒会的 就是为了卖这个酒 不过数量有限 价高者得 现在十万一瓶 我输一百二十万 我输一百二十万 这酒我拿下了 一百二十万 二十瓶颗就是两千四百万 不愧是江城首付这么多钱 你眼睛都不眨一下 ienced 成长 啊 啊 怎么回事啊 老太君这是怎么了 啊 老太君素有心急 不会心疗病发作了吧 啊 糟了 要是啊 快去医生 老太君 老太君已经知道 真是对联系医院 心想病 心地怎么办 说是人口 摆盘全销 说不定能吗 我来试试吧 哎呀 其朗帝 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 这可就养成首富 你要是智初 给什么好改卖 这可怎么办呢 你有什么偷效用 这个人生果 你七夕四十九位中药 浇灌了九九八十一天 只需一口 摆病全销 放肆 你这是在消消我白痴吗 大小姐你别生气呀 我看秦老弟 也就是想找个偏方 丢丢老太君而已 老太君危在担心 他就能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 你和外国自己拿来献业 还是吃货呢 这人之国乃是世间独立无二的真心 一七七四十九位中药 雕灌了九九八十一天 只需一口摆病全销 价值百亿 要不是看待老太君命全一天 我才说的 价值百亿 笑吗 就算是我白家 想要种百亿也得要半年的时间 一个破骨子 就想卖出百亿高价 白小姐不信就算了 蒙老板 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了 那我就先走了 哎哎等一下 怎么 白小姐还有何指标 这样就成了 若不是你们这拍卖会 老太君也不会一时激动心脏病发 要使老太君有个什么好歹 我砸了你们的酒店 老太君 老太君 医生都死我哪了怎么还不过来 哎 老大方 老太君怕是撑不住了 姐姐 你别不怕 真的是一味药 能治老太君的恶技 千真万全 白小姐 我看老太君是等不到医生了 不如 就让秦老弟试一试吧 胡闹他 真的不用 难道还真是人生果不成 难道你让我相信 这个东西会有效 哎呀白小姐 这部剂绝不是不管用罢了 老太君这病若是再拖下去 什么意思啊 白小姐 快下决定吧 你有多大把火 异成 是一定有效 可若是不行呢 若是无用 生杀予夺 斜损你 老太君若是以后三伤两断 你有一千两枚也不够赔的 胡闹君 哎呀大小姐 眼下也没有好的办法 就让他试一试吧 或一有效呢 好 那就让你试试吧 等等 白小姐 我能等 老太君 可等不及了 要是吃了你这东西 老太君的病能好 我白家陪你白瘾 不是不能 小心你的命 喂 老太君 不病了 没看够 点击评论区链接 观看完整视频 未经许可疑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